我們有一個Arduino的板子 這個套件 他有提供一條USB的線 那USB的線一端是方形的 一端是扁的 這個是接電腦的 這個方形孔是接Arduino的 設備 那他有防呆的措施所以你應該不會接錯像這樣接不進去你就不要強插 轉個方向 就很容易接上去 那電腦的這一端請你接上 你的電腦的USB插座 當你接上USB插座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有一顆紅色的燈亮表示他供電 那供電電腦怎麼認識他呢 在商業軟體上你就必須安裝驅動程式 那在我們EDU 2016的作業系統上面 你無需安裝驅動程式因為 我們已經幫你預算好 那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裝好 就請你執行 Arduino這支程式 Arduino IDE這支程式 程式出來 他在這裡 請你檢查一下 你的BO 我們是UNO 那如果有連線成功他自動就判斷出他是USB0 我們的程式 我們的系統 會很輕鬆的認識你的Arduino板子 那我們來嘗試寫入看看 檔案 範例Example FrameMata StandardFrameMata 為什麼特別介紹這個 這個是我們S2A裡面的標準 韌體的範例檔 我們往後可能會常常把 Arduino這塊板子寫入各種不同的程式 會導致我們的韌體是不正確的 那在Squatch2 S2A上面 他會 不認識 感覺上 雖然你有了板子但是 他沒辦法跟Squatch2 銜接 那這個時候必須把 這個範例檔 重新再寫回去 再說一次 File Example FrameMata StandardFrameMata 這是我們標準的範例檔 那我們也驗證我們板子是不是正常 這個是檢測 看程式檔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寫入 那你會看到這邊有燈在閃 表示他在寫入 如果沒有出現紅字才表示你的 檔案有寫入完成 最後他會告訴你當Upload 就表示寫入完成 所以我們系統 可以完整的支援 這一塊 Arduino的 板子 之後 印刷